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同大家看過香港新聞,屯門在今日3月8號 揭發了一宗玻璃樽藏屍案,消息就說 事發就在屯門啟民經15號美行大樓私助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好多年前已經出租,但租客半年沒有交租, 業主最近跟租客簽署相關終止租約文件後, 租客搬出去,而業主在星期三6號安排人去到 這個單位清走雜物和垃圾,去到今早早10點多, 他們的人清理垃圾期間在客廳近梳化的位置 發現了兩個高大約30厘米的可兒玻璃樽, 用一塊長的白色布遮住, 裏面有不明液體和紅色的膠蓋密封, 檢查之後發現到兩個樽裏面, 各方有一具嬰屍。 他發現了之後好驚, 即刻報警求助, 警方去到救護現場後證實了兩個嬰兒是明顯死亡, 而根據了解,警方就這單案件拘捕了單位裏面的 一男一女租客, 這單案件裂造屍體發現和非法處理屍體案跟進, 消息就說兩個嬰兒的屍體已經成形, 但未能分別到性別。 而這個大廈一堤兩火, 也有不少警員在大廈做守證, 以及也問到附近住客這一男一女到底平時是怎樣。 鄰居就說不熟悉涉事單位的住戶, 業主也在現場出現, 協助警方去做調查, 就說不認識單位的男租客, 對方租了單位一年。 樓下的商譜就指出, 警方就曾經問有沒有大肚婆出入大廈, 但他沒見過。 夜晚8點多, 探員就撿走一個黑色膠袋和一個膠欖所裝的靜物, 而五座就到場去拿走個嬰兒屍體。 如果是說沒見過大肚婆出入, 但這些嬰兒已經成形了, 還要是兩個, 一年之內能不能夠一個女人就有兩個已經成形的胎兒, 這麼完整地拿到下來呢? 這個可能性不高。 即是說你落完仔了, 跟著你趕快養好身體又再種過又再拿他出來, 然後一個這麼完整的嬰兒屍體放到瓶那裏, 拿些液體養住他, 正常來說, 你應該落仔去醫院的嘛, 你應該是拿不到這麼完整的屍體出來的。 那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呢? 他這兩個嬰兒屍體是買回來的, 然後可能做一些宗教上的事, 就去這樣希望自己能夠轉運。 那如果這些嬰兒屍體是犯罪所得的, 或者是殺了嬰兒再放在裏, 正常來說他們是會搬出去的時候帶走他, 不會這樣砍在裏的。 會這樣砍在裏的, 我估計應該就是剛才所講的, 是宗教上相關的東西, 因爲他們已經不想再養這些東西了, 所以就砍在裏, 等下一手去處理了他。 但是猜不到啦, 下一手見到嚇到直接報警, 那當然啦,一個這樣已經成形的屍體擺在裏, 誰都會嚇壞啦,是不是呀?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